这支影片大家又看到在我的身后 红色表现了标准指数函数 蓝色表现了自然对数函数 这支影片要做什么呢 就是要讨论标准指数跟自然对数函数 关于无穷远处的极限问题 首先我们来探讨标准指数函数 当X趋向无穷大 在无穷远处的极限 其实从函数图形就看得出来 它看起来就是没有上界的一直往上升 但是比较正规的用数学来写的话 因为我们知道标准底 A是大约2.71828 A是大于2的 所以当X趋向无穷大的 A的X次方的极限 就会大于2的无穷大次方 我们已经知道2的无穷大次方 这种形式的极限就是发散 就是无穷大 那么A的X次方的极限还要比它更大 所以我们应该就可以理解 A的X次方当X趋向无穷远的时候 它的极限是没有止径的一直上升 也就是说X趋向无穷大的标准指数的极限 就会是无穷大 反过来看这边 当X趋向负无穷大 朝着左边过去的时候 标准指数函数的图形 看起来就是会慢慢的变小 变到0 那严格来说我们怎么推论呢 就是看看这个计算式子 A的X次方当X趋向负无穷大 我们可以做一个变数变换 把它换成A的负X次方 让X趋向正无穷大 那A的负X次方就是A的X次方分之1 那么A的X次方在分母 而且当X趋向无穷大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个分母会趋向无穷大 于是这整个极限就是无穷大分之1 这个样子的极限 那我们已经知道这就是0 所以经过这个推论以后 我们获得一个结论 X趋向负无穷大的时候 标准指数函数是趋近于0的 再换句话说 X轴就是标准指数函数的一条水平渐进线 现在来看这个蓝色的自然对数 自然对数函数从图上看起来 也知道它应该是一个递增的 但是它是不是没有上界的一直递增呢 从这个图上看起来有点危险 好像不太一定 那我们用反正法的逻辑来推论看看 就是说如果自然对数Long X的函数图形 不是无界的一直往上升 那就是它有界 意思就是说如果Long X会小于一个定数L 这L是某一个固定的正数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我们把这个不等式两边 通通做到指数上面去 做到标准指数上面去 得到A的Long X次方 会小于A的L次方 那从这个指数跟对数的关系 我们就晓得那就是X会永远小于一个定数 A的L次方 但是X是任意时数 任意时数怎么可能会小于一个固定的数呢 比如说X就可能是A的L次方再加1 所以X不可能是永远小于A的L次方 于是它的前一步呢 也是不可能的 那于是它的前一步 原先假设自然对数会小于一个定数L的这个假设就是错的 于是我们可以反过来了解说 因为这些都错了 所以我们说自然对数是不会有上界的 于是写出一个数学式子写出来看呢 就是X趋向正无穷大的时候 自然对数会趋向无穷大 最后呢 我们来看自然对数往下去 好像是Y轴是一个牵直渐进线的这个极限问题 这个极限问题 这个X呢要从Y轴的右边 也就是大于0的地方趋近于0 然后要讨论Lon X的极限 于是用数学式子写出来 就是Lon X当X趋近于0正的极限问题 我们再做一次变数变换的技巧 X可以换成1x分之1 然后如果这样的X要是趋近于0的话 那1x分之1就是说X要趋向无穷大 所以刚才的极限问题就变成 X趋向无穷大的Lon X分之1的极限问题 但是Lon X分之1就是负的Lon X 再把这个负号提到极限的外面来 我们就看到其实它是负的自然对数 当X趋向无穷大的极限 刚才已经知道了 那个极限是发散到无穷大的 所以就会看到X趋近于0正的时候 这个自然对数的图形是没有下界的一直下降 下降到负无穷大去 其实我们有一个简单的计法 就是计成Lon 0等于无穷大 其实我们知道Lon不在自然对数的定义域里面 不会有Lon 0这个值 只是说这是一个简单的计法 如果X从右边趋近于0的话 这个极限是负无穷大 就简单的计成Lon 0等于负无穷大 那么正式地写在这个图上 我们就看到X趋近于0正的自然对数的极限 会是负无穷大 所以现在在这张图上 我们看到自然对数和标准指数的图形 当X趋向正无穷大的时候 自然对数和标准指数 都是没有上界的发散到无穷大去 那么当这个X从右边 越来越靠近Y轴的时候 自然对数的图形会无尽地下降到负无穷大 但是当X推得越来越小 推向负无穷大的时候 标准指数的函数会趋近于0 也就是说X轴是标准指数的一条水平渐进线